施永清施观点2022年8月3日 香港经济步入衰退 香港经济继第一季回落了3.9%之后 古贵在第二季还会回落1.4% 连续两季经济都出现收缩 技术上来说香港的经济已经步入衰退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 导致香港经济第二季同比下跌4%的原因 是季内对外贸易表现疲弱所指 香港自身已经没有什么制造业了 香港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中国的做转口 在第二季内地疫情严重 上海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封城的状态 工厂停工、码头停运 以至全国的产业链都被拖累 香港的外贸也无法不受影响 在6月份上海疫情虽然有好转 但仍不时出现死灰复燃 不同的小区仍然要进入管控的状况 没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此外中国的疫情也在全国蔓延 受波及的城市有增加之势 下半年内地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很乐观 自从内地收紧了对开发商的信贷之后 很多以高贷借款周转的模式开发商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连累建筑商、建材供应商、代理商、广告商等等都出现账款没法收回的问题 有些项目因而停工 无法预期交楼 部分造成了职工分歧的买家因而拒工 市场气氛一落千丈 开发商想赶快卖楼套现也不容易 内地民间的财富大部分都放在房地产上 楼市一决不振令到老百姓失去了消费的意欲 亦都破坏了他们的投资能力 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形成通缩 导致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宽货币政策 只是疫情仍然蔓延 宽松政策的效果并明显 此之所以施永庆认为第三季中国的经济情况好不到去哪 香港的经济亦难免会受拖累 香港的经济在第一季之所以表现得那么差 是因为政府从一月开始已经因为第五波的疫情而收紧了社交距离 导致大量本土的零售业、餐饮业、回乐业 以及其他国式服务业都无办法正常运作 来需不振香港的经济自然好不起来 进入到第二季香港的疫情开始缓和了 政府放宽了部分社交距离的限制 所以第二季经济情况其实比第一季是有所好转的 之前所说的回落了0.9% 是指去年同期相比 如果和上一季作还比 其实是有所改善的 按季的升幅有0.9% 但是反弹的力度就非常有限了 要一个地方的经济有动力 除了要靠消费之外 还要靠投资 很可惜近年香港的投资环境不济 不单止投资实体经济难有好回报 连投资金融资产也处处碰壁 无论投资股票债券还是黄金 多数人都损失惨重 唯一跌得少的是地产 也是在高位筹储了三年有多了 看来下半年出现向上突破的机会很低 预期掉头回落的人已经渐成主流 现在社会上唯一还值得期盼的是及早对外通关 希望可以扭转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